今天,奥斯卡的风吹得可真的大啊,今年奥斯卡齐名的电影真的都还不错啊,剧情和题材都比去年入围的电影都要强一些。 难怪高晓松说,今年是重回电影大年历届,但是即使是奥斯卡,也并不是完全公平的,他引用他的潜规则,其实奥斯卡的潜规则也很简单,无非就是自由、平权,不管对象是谁,世界末日还是岁月尽好,总要谈恋爱,或者就是为了自由而斗争, 做那风中一体狼,而像那种黑色幽默电影啊,非主流正派的电影,能入围就不错了,给你什么奖,那你也只能拿着不能要求太多啊。 而作为最佳影片的最有力角逐者的三块广告牌,居然只有最佳女主和男朋友,而剧情稍显单薄的《水行物语》,则报了获得的最佳影片。 《水行物语》是一个洋女在实验室,遇到在水罐里半人半鱼男主,并赠入爱河的故事。 你以为男主是美男鱼?不,她真是是条鱼啊。 好吧,真,爱至上,而三块广告牌,是一个母亲的女儿被奸杀。 但是负责的警方并没有投入调查,那个母亲租了高速公路边的三块广告牌控诉警方。 该批有很多的社会矛盾问题,属于一部黑色电影,为这些问题措施了大奖的,还有97年的《落成机密》。 这篇书给泰坦的课号,《落成机密》也同样涉及社会矛盾问题,可见,奥斯卡评奖也会避害主流敏感问题。 而节奏不满,主题高上的影片更受欢迎,而且,奥斯卡更对于商业电影也有偏向。 大多数奥斯卡或架影片或提名影片都以宏大的视觉风格,极稳实实的画面来炫耀店,引环而不实的制作价值。 吓死人的预算和超长的拍摄周期,简直好起冲天。 比如《泰坦尼克号》就花了两亿五千美元,第十五年才完成拍摄,北极熊都能走到南极去了,潜规则却不止这些。 去年的《月光南韩》到今年的《逃出绝命镇》,都有大量的黑人演员参演, 而这两部电影都分别斩获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。 但是亚异电影人在奥斯卡却很少露面。 从1956年至今,62部最佳爱语影片中,只有两部来自亚异。 这是几年来能在奥斯卡有收获的亚异,也就只有李安。 而张艺谋张子一共力多次提名却也两手空空。 奥斯卡的黑白派,可真是佳人,无法可说。 一届的《奥斯卡》中,一名黑人主持人,更是意用舞台上的亚异小演员打作文章, 称他们是会计师由于讽刺亚异善于数学刻板形象。 这个小巴就不服了,我这个传种亚异,明明就是数学,十分又不努力学习的闲于一条。 但是此时一株比德NBA球员林舒豪,歌手王力宏的强烈不满,李安更是参与递交署名抗议信。 张子一在一个采访中,也说了,好莱坞前少角色小,这样让我们国际章怎么忍? 奥斯卡虽是电影风向标,但是却不是唯一的一个,比如国外还有柏林,巴纳,威尼斯,三大电影节,国内电影有三件电影奖,金像金马金鸡,都是含金量不低的电影奖项呢,提名和获奖电影都十分优秀,大家也不妨看一下我们国查电影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